南投縣茶商業同業工會 日潛於民間鄉松嶺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104年春季比賽茶 繼烏龍老茶組比賽茶展壽會頒獎典禮 議員程翰立、賴燕雪也特地出席參與 並對於日潛的茶案風波 呼籲相關單位更積極作為 那在經過今年的茶風暴 那我們整個南投縣這邊的茶業 這個價錢也受到衝擊 在這邊我呼籲我們南投縣政府 在這一方面更應該、更積極的 來幫助我們農民 就是在農藥的使用方面 包含就是說怎麼樣來輔導他們 那我希望說藉由這次的茶風暴 讓我們除了就是記取一個教訓之外 我希望說我們南投縣能夠更積極的 把我們南投縣的這個茶業的品牌 把它搭起來 然後不要讓我們的農友受到傷害 燕雪在定期會總質詢也針對這一項來 針對我們的政府能夠提出一個檢討 還有這個管理的一個辦法 來幫助我們的茶農跟農民 讓我們盡快能夠走出這個陰霾 幫助民間鄉的茶產業趕快建立我們的信心 讓我們的茶農、茶商還有茶廠也好 都能夠盡速的恢復我們的往日的一個行銷的一個狀況 所以燕雪再次的感謝我們茶商工會的一個努力 還有我們政府部門能夠積極的來輔導 讓我們的茶農建立我們的信心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此次比賽茶巷包括有洞頂烏龍茶、金軒、翠玉、四季春 以及烏龍老茶等 議員們判透過此類比賽 重新建立消費者對在地茶的信心 我們知道說帝農這家的手搖茶風暴 讓我們的茶農、茶廠還有茶商都很受傷 我們期盼說透過這一次的春茶展壽會 能夠建立我們的信心 那燕雪在這邊也呼籲我們的政府 政府必須要建立我們的一個品牌 加上我們的通路 還有良好的一個行銷管道 讓我們的茶農、茶廠、茶商都能夠有後顧之憂 我相信這樣是最直接來加惠我們農民 也能夠對我們民間的一個茶廠能夠行銷出去 也希望說透過這樣子的展壽會 讓愛好喝好茶的好朋友 都能夠有空來到民間鄉來走一走 品一下我們民間的好茶 也讓我們的茶經濟、產業文化 能夠繼續來做一個推廣 活動現場請來茶師展現茶藝 讓大家品嘗各品種特等茶 吸引許多民眾參與 議員們期盼相關單位繼續為茶農們行銷 化為機、為轉機 讓在地茶產再創高峰 明依新聞簡易芬民間採訪報導